怎么能来自我针断这个胆囊疾病 我们要听懂胆囊给我们发出这个求救的信号 那么我们说一般胆囊疾病 包括胆囊炎 胆囊结石等等 这些疾病它都有一些前期的症状 我们要知道有一些症状跟我们这个胆囊疾病有关 首先第一个就是又上腐 又上腐隐痛 又上腐正好是在什么 在我们这个肋供下胆区这个位置 这个是胆囊的位置 右上腐的隐痛提示这个胆囊的疾病 有的时候这个胆囊疾病会放射到我们右肩背这个位置 就肩胛骨这个位置 有的时候胆囊晚上疼的比较多一些 所以这个时候要注意提示我们有胆囊炎或者胆基石等胆囊疾病 那么第二个就是胃肠这个症状 胃肠症状包括消化不良 像我们出现腐胀 恶心 厌食油腻 或者是出现了胃胀 反酸 或者是艾气等等 这些胃肠的功能症状的时候 那么大家也要跟我们胆囊疾病联系在一起 因为我们知道肝胆脾胃它整个是一个消化系统 肝脏分泌胆汁来帮助我们消化食物 所以说脾胃的一些疾病有的时候也提示了我们肝胆发生的问题 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个皮肤或者黏膜出现这个发黄 就是我们感觉自己面色发黄 或特别是如果这个拱膜发黄的时候小便也黄 这个时候大家要特别的重视 在综艺上叫做黄胆 那么如果出现了这个黄胆提示着有胆汁的阻塞 胆汁排泄不增 那么胆红素进入血液 从而引起了这个皮肤或者拱膜小便发黄的这个症状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一个全身的不适症状 特别是在这个急性胆囊炎 胆元性一线炎 这个病情加剧的时候 会出现一些这个像乏力 寒颤高热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 那么这个时候也要及时就医 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进行这个正确的治疗 不要再自己擅自这个去吃一些什么药 这个如果治疗不当 它会引起更严重的并发症 所以我们这样在平时里 如果是出现了以上这些症状 要跟我们的胆囊疾病联系起来 那么提示我们这个有胆囊的这个问题 要听懂这个胆囊给我发出这个信号 好了今天的分享